海外抖音TikTok美区带货是非常容易的 美区从视频层面或者直播层面带货现在都非常容易出单 但唯独有一点就是现在这个账号 就是只有死的份没有活得好的 现在这就是真实情况 不管你是这个大型机构或者说小团队 或者说个人 从上周到从上周到现在 我个人已经扔了两千多块钱 就是在测试各样的份 然后账号然后去这个投留 结果所有导向是就是当你花钱的时候 得出来结果反而也不是那么容易 是非常不容易 就是这就是很难受了 广告扔出去了 但是照样开不了 我到底是要考虑哪方面因素 难道说让我再拿十个账号全部投留等概率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 现在市场上流行的能有小黄州的 很多都是自然流 要么是很多人他们老号放了很长时间 然后投一些柳出来的 它是成正比的 单纯我接受很多周围投广告的 他们给我的反馈也都是一致的 就是投完的广告也不敢保证就能开小黄州 但是单独投美区代价是非常大的 投欧区投全国投东南亚 其实你不管投哪个国家 达到这个粉它其实是一个快速中涨粉的过程 就像你去平台上去买一样 这个东西怎么去检测 我觉得官方它这套机制的话 大家很难去把握 真的说要是摩托的时候 其实这个代价是非常高非常高的 所以说现阶段如果说真的想玩美区的话 大家不妨等一等 因为现在在美区活得比较滋润的 基本上都是之前做跨境那些大卖 转型到美区了 人家本来这个国外的优势都非常强 人家做这个从亚马逊过去 从独立站等等好多大的平台过去 他们这个成功是必然的 官方跨境沟通都比较密切 国外的资源也比较丰富 这是人家成功的一个必然 我从这个选品平台去看的时候 几百个达人可能有三分之二 都是国外的 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有心的话 你们去看一下这个选品平台 之前我也推荐过一个 你看选品平台的时候 你会发现实际上能出成绩的 还都是国外的一些达人 但是现在官方的政策到底要怎么搞 不好说 如果说没有国内这帮人去推起来的话 也没有所谓的TK跨境电商发展这么快 然后大数据激励这么快 但是这个美区带货这个难度确实很高 单纯从账号这个层面 因为账号是万物之本 没有账号的话 是什么都搞不了的 从最早我去研究网络解决了很多问题 从网络层面分析到账号层面的过渡 明显的感觉到账号封的时候 它网络在这个层面其实已经很简单了 基本上都是很透明的现实情况 如果说大家还觉得美区特别简单的时候 那你的失败率能达到99% 美区到底要不要搞 我相信很多人会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就目前现在这个情况 MC想让你挂 但又不敢让你挂 爱想良性的发展 但他也想找答案 但找不来非常好的想带货答案 想带货的答案 好多都想搞无人 那把MC搞死了 美区还不好申请 所以我接受的很多团队 MC都是自己来搞自己 因为他们把握每个节奏点 每个视频的情况 每个直播的情况 每个话数的情况 这就是目前真实的情况 但凡还想做美区的 你们就是我建议擦亮眼睛 好好考虑考虑 其他国家 我现在陆续看到也都能挣钱 并不是不能挣钱 而是大家不要想得那么 砸了 不是所有赛道都能挣钱的 选一个自己适合 自己团队适合的 东南亚也有挣钱的 我接受人还是比较多的 做这么长时间 这个抖音播主 每个月挣个十几个的 二十几个 我觉得他们的压力 没有美区压力这么大 可能美区你比如说挣个 四五十个 你可能下个月也要再倒找回来 但是东南亚 或者说应去其他国家 包括明年还要开其他国家 都要比美区现在要简单 因为很多因素夹杂在里边 更大的因素 大家其实能感受到 这就是跨境电商 出海 这个因素是要整体放到一块了 做项目本身其实就是这样 不管你做国内或者国外 这个闭款在你能力范围 能把控的时候可以 超出能力的话 你学学能打的话也可以 但是超出能力太多的时候 要拿钱 要拿人 要砸个人这个时间的话 这个对于一般团队的 好好考虑考虑 没有这个陈天花 轻易不要去碰这个东西 现在抖音上很多博主给的 这个层面 还是都是正能量的 也是劝诫很多 就是没有美区经验的 尽量不要轻易碰 可以 TK是可以搞的 但是要择机而动 看看明年什么情况吧 其他区都是可以搞的 我是看到的现实案例 还是比较多的 就是不一定非要去 全头破血流扎到美区 我看很多人做美区 做独立站的也很好 也压根没有想过开小店 所以说这个战略规划 大家可以去考虑考虑 然后再想想这个 美区要不要做 还是说美区怎么布局 或者说还是做其他区域 这是给大家的建议 因为最近确实是感受太深了 这个东西